我拍照片的目的 就不是想別人可憐我 我們為何會離婚 為何我會拍照片說這件事 其實一月底已經法庭宣佈離婚 大家都知道離婚就要離婚一年 開心的一件事就是我們毫平分手 我們都知道我們做朋友 對大家的將來會好些 但我在影片中說過 我起初都不太接受 我不想放棄 我最不開心的一件事就是 人們看了我的影片 就說他因為貪錢就離開我 這個絕對是錯的 那一年我就已經離開了 目前五年多 希望拍到電影或者其他方面 就開始設計我自己的教育生意 但是因為社運暫停了 接著疫情 但是我很堅持要做這件事 這個就令到我們最大的衝突 就是我個人是追究夢想的 但是他的立場就是 你追究夢想都要吃飯的 我明白的 所以我很努力在疫情的 很多限制的情況之下 都盡量做好這個生意 不停地找機會 不停地發展 第一次他看出到我終於接受 都已經半年了 我當時很想用我正在做生意 彌補我們的關係 我當時就想著 這個如果真的做到 我可以告訴他 我做到事的 但是重點是我很努力 為這件事 我佛律地照顧他的時間 我每個星期都要五十個小時 在那個店裡做事 讀計畫等下 我拍照片的目的 就不是想別人可憐我 我是想給一些證明的訊息 就算你生活遇到這麼困難的事 都可以很樂觀地面對 繼續走 雖然兩次婚姻 都是跟香港女生 兩次都失敗了 但是 這件事不會令我 對香港失望 我只不過會更加清楚 香港是真是一個很現實的社會 我很喜歡 我有一條斗鑫片 都唱Mr.哥的首歌 就是地方小 住得貴 麥隔邊 打打工仔 這個是事實的 但是 我最喜歡香港人就是 可以 這麼辛苦的環境 都還可以做很多奇蹟出來 我就是 一直想 學習 跟他們學習這件事 我沒有想過離開香港 我覺得所有的口言 都是新的安排 是 想我們進步 所以 我覺得香港 還是需要我 我沒有想過離開 我絕對會有第三次 我知道很多人 受到重傷她 是不敢再拍拖 不敢再愛 我有些親戚 有些朋友 都是這樣的 但是 亦都是我自己的宗教的信念 人是應該一灰一切 這一世 下一世都是 所以 就算已經兩次失敗 第三次都有機會 我現在住村屋 我和我兩隻貓 第一隻就是 前妻養了很多年 接著疫情就 另養另一隻 另養 那個小的那個 就是很黏著我的 我知道 如果牠見不到我 牠應該不行的 所以我兩個 就一起去我新家裡住 晚上回到家 就要為牠們吃東西 要照顧牠們 接著 晚上睡覺 他們就在我 左右都睡 所以我又沒有空悶 沒有空想那麼多 我不會想著 五年的婚姻完了 就只有兩隻貓 因為 因為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學會 就是了解自己多些 了解和別人的關係做好些 所以 這些是最重要的 這個領走的東西是最重要的 錢不重要 你死了錢都沒有用的 目的 會 完全 有分別人 看 突然 驚人 看